开心的出游入住星级饭店 结果碰上了生死一瞬间 有一名张姓男子 14号到花莲知名的五星级饭店入住靠水疗 没有想到池底的排水孔破裂 他整个人就遭到强劲的水流往下拉 卡在这个排水孔洞弹不得差一点溺水 还造成他的臀部严重的瘀伤 男子更形容说当时强大的拉力 就好像有三名状态在后头拉着相当惊险 这后男子也气得对业者提告 而业者出面致歉 强调会配合司法的调查 目前这个异常的水疗池也已经完毕检收 事发的第四天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修出臀部严重于伤 大面积喉肿发子还清楚可见 受害男子实在无奈 因为怎么也没想到 开心出游在饭店泡水疗 却遭池底的排水口吸住 差点没命 整个把我屁股吸住 就是整个马上把你拉到水底 我连救命都喊不出来 我上去的瞬间 马上又会被拉下去 雨季游存还原当时状况 这个月十四号 张欣男子跟家人到花莲一街五星级饭店 开心想要水疗池 没想到却因为池底的排水孔破裂 整个人被强激水流往下拉 臀部卡住 身体成V字形 动寒不得 男子跟行龙 当时就像三名状态在后头拉着 探头不到一秒又被往下拉 最后卡在池底长达四十秒钟 用尽全力才脱困 稀冷的就是这个长宽约25公分的排水孔 就连身材壮硕 身高一百七十七公分 体重将近九十公斤的张欣男子 也被吸得动弹不得 要是发生在孩童身上 恐怕整个人都会被吸露 男子将恐怖经历破网 并质疑业者不止没有及时救援 还让其他旅客继续使用 报案提高 当时业者也出面致歉 坦诚设备异常 目前已全面关闭检修 未来也会配合司法调查 只是开心出游 却碰上生死一瞬间 不止家庭泡汤 心中恐怕也已留下不少阴影 记得陈坚 华联报道 高楼搬家垂掉家具 结果竟然不慎砸落下来 高雄市古山美术馆附近 有大楼住户在搬家具 业者利用高空垂掉木桌时 疑似是家具行的人便宜行事 绳索并没有绑好 结果重达500公斤重的木桌 就从四楼的高空洒落下来 当场发出了巨响 就连工作人员也吓到尖叫 还好是没有砸到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长桌木板绑了绳索 七八个搬家工人 合力移出窗外从高空吊挂 没想到下一秒悲剧发生 我哪有感觉粗粗啊 过变地了 他这样过变地了 桌子吊出窗台 先是整片垂直 最后砸落地面 发出碰的巨响 屋内搬家人员也吓得尖叫 他没有好这条 他吊成他大吊下来 我这样如果提醒说 你还要再摸一条 他没在天上没在地 事发在高雄古山美术馆某栋大楼 木桌摔出长长裂痕 地面也碎成了好几块 吊车公司老板表示 疑似是家具行人员便宜行事 没有将桌子用十字绑固定 让重达五百公斤的木桌 从四楼掉落地面 好在底下没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以这个高度掉下来的话 我们的落地的那个顺时速度 它的秒数大概会是在四公尺到四五公尺之间 虽然大楼底下有事先申请路权 并用三角锥提醒 但劳工局表示 业者实施吊挂作业 没有经过安全评估 警察违反直安法最高可罚三十万元 而再看一次桌子砸落惊险场面 尽管没出事还是让人捏把冷汗 新北市一名男子 去年底吴兆骑车跟朋友外出 在路口被警方拦查 不料他竟然还想要把机车给牵回家 警方告知说不行 他就恼凶成怒怒向园警部雅自演 结果当场被压制上铐 还被法院依侮辱公务员罪 探处拘以十天 你们走了 车子不要让你们骑走 要给你们扣车 警方在路口执行拦查 其中这名正姓男子特别不安分 原来他是无照驾驶 被开单了还怒呛袁警 连标了好几次的不雅自演 袁警当场将男子压制在地 稍张气焉就才稍稍减弱 他的好友在一旁 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事发在新北市板桥区 正姓男子去年底刚满十八岁 就无照骑车跑到新北 耶诞城狂欢 由于事发地点旁正巧出车祸 大批警力来支援 意外发现围观的他是无照骑车 当下得知机车要被扣走了 面子挂不住竟然就入骂原警 竟然被法院依侮辱公务原罪 判处拘役十天 得一颗罚金 无照骑车违规在先 本来罚单脚脚就没事 结果惨变压制法办 全怪自己多嘴 爱惹事 记者成长林昭贤 新北市报道 国小期末考结束了 准备要放寒假 不过来看到桃园跟南投 各有一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 面临了重考的问题 南投的一间国小 因为考题偏难 影响作答时间 现在决议要重考数学跟社会科 至于桃园则是试题 跟去年雷同重考社会 消息一出 让学生跟家长都很错愕 对此这两间学校都表示 会在检讨并且进行 严格的审查机制 避免未来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近期国小期末考纷纷结束 准备放寒假 但却有一群小朋友 接获二号 收到这张重考通知单 上头写着 由于数学科考题偏难 必须重考 学生心情大受影响 我朋友他也是有点不甘愿 因为考题偏难 得要重考的是南投某间小学 重考科目是五年级的 数学科跟社会科 考试当下因为数学难度偏高 延长作答时间 造成各班收卷时间不一 更延误社会科考试时间 引发正义 学校紧急通知 18号重考数学科和社会科 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 本来很挫折 那你如果透过你调整这个 难易度让小朋友说 可以再提高一点 他的自信性成就感 我觉得是OK的 无独有偶 桃源也有小学得要重考 原因是五年级的社会科考题 和去年雷同 学校紧急宣布 该科整年级300名学生 18号进行重考 校方表示已经针对这位命题老师 开会讨论相关乘处 会去检讨以及讨论 这一名命题老师后续的乘处 针对平常书师 两校都表示会检讨并进行 严格审查机制 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接着南投桃源 纵好报道